是世界最大的隆迷交流平台 并免费向公众开放 可以说李小龙纪念馆 让我们了解到了 李小龙性格当中 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其实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 除了李小龙纪念馆 最近似乎还有许许多多 和这位著名的功夫巨星 有关的消息 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不得不得来提到 这个电视剧李小龙传奇了 这部电视连续剧 从今年十月份 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以来 是掀起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的 又一次收视热潮 有人说李小龙传奇展现的 不仅是一个巨星的个人经历 更是中国功夫发扬光大的历程 也有人说李小龙传奇 是一部催人上进的励志大片 看完了后呢 不禁让人热血沸腾 不过我认为 电视剧李小龙传奇 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其中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用三个字来说 是因为李小龙 用两个字来说呢 那就是因为功夫 我认为李小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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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李小龙传奇 我认为李小龙传奇的所有拍摄任务 终于完成了 我认为李小龙传奇的所有拍摄任务 李小龙是一个全世界知名度太高的人 喜欢他的人也是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你一演他的时候 会有一个莫名的压力 就是会 我怎么去演才能 人家觉得好看 人家怎么要才会接受我演李小龙 陈沃坤演这个李小龙的时候 他往金门大桥上一跑 所有美国人经过他都会把车停下来 完了就会喊 Bruce Lee Bruce Lee 有敬礼的 有敬礼的 有飞吻的 有喊出来 I love you 我们自己喊 你爱可以但别喊出来 我们在拍戏呢 香港演员陈国坤 无论是从发型还是长相 以及身材来看 都与李小龙非常相似 选择陈国坤饰演李小龙 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当李小龙传奇剧组开始筹备时 李小龙扮演者的选择 有两套方案 一是武打明星甄子丹 二是像金城武那样的偶像派明星 他们会演来演去 怎么演的是像他们自己 而不是像李小龙 李小龙迷迷迷也难以接受 最后有人推荐了陈国坤 理由是陈国坤的长相 酷似李小龙 当导演李文奇见到陈国坤时 感觉这就是他要找的李小龙 于是当场拍板 就用陈国坤 为了拍李小龙 他练了一年 将近一年接拳道 不错 陈国坤非常喜欢 其实我从 我第一次看到李小龙 是大概六岁到七岁的时间 看了一个金武门 然后看完金武门就 哇 就疯狂了 喜欢这个人 就找他的东西 看啊 电影啊 书啊 然后大概到十一二岁的时候 才有人想 你很像李小龙 然后有一段时间 特别是初中到高中那个时间 完完全全的按照他的衣服来 他穿什么我就尽量买 跟他差不多的衣服来穿 陈国坤从小就疯狂迷恋李小龙 这倒并不是仅仅因为长相的原因 总觉得自己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 因为每天学习学弟都在玩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 初中的时候吧 初中的时候就在学校报名学这个跆拳道 中国的方式 或者日本的方式 或者什么方式 模仿他做访问 对 就是李小龙那个时候 黑白片嘛 黑白的做着在访问 在说自己的底练 我觉得最大不一样他就是 他那个记性性超强的人 而且他说话的那个魅力 是才吸引人家去听他说话 从他现在做采访的状态 我们就已经能够依稀感觉到 那种充满自信 肢体语言丰富 微微带笑的说话风格 和李小龙是如此的相似 而且李小龙的女儿李湘宁 给了他这样的评价 外形像他爸爸以外 我说话的声音也像他爸爸 声音也像他爸爸 对 还有说话的叠叫感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李小龙 不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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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说话都会比他影响 说来说去 选择陈国坤扮演李小龙的原因 就是一个字 像 第一个说他像李小龙的是他妈妈 在陈国坤十一二岁的时候 他妈妈就说 为什么我儿子长得这么像李小龙呢 而且家里的其他人都不像 两个兄弟不像 爸爸也不像 就他一个人像 所以陈国坤还问过妈妈 他是不是在哪儿给捡回来的 因为长得像李小龙 所以很小的时候 陈国坤就迷上了李小龙 和所有的龙迷一样 他开始寻找研究 一切与李小龙有关的东西 然后是顶礼膜拜 模仿 后来陈国坤加入了李小龙会 在那里他认识了袁华 认识了李小龙的弟弟李振辉 了解了更多偶像的资料 不过让他第一次在大屏幕上 以李小龙形象出现的 还是那个号称香港第一龙迷的 周星驰 这段舞蹈的主角如果不说 您能看出是陈国坤吗 这是他在影片《功夫》中 所饰演的《斧头帮帮主》一角 陈国坤会跳舞 有着两个重要的意义 首先呢 这是他与李小龙的 又一个相似点 而更重要的一点 是舞蹈让他认识了周星驰 那个时候是他在拍 小龙足球 然后本来我是最开始的时候 没开机的 我去编舞 这是馒头店外面 这是馒头店外面 馒头店外面 大家一起跳 然后我编好了排好了 叫他们也学会了 然后我就跟周星驰说 周星驰 那我事情办完 我可以回香港 因为那个时候在出海 那我说我可以回香港了吗 他说你回香港有事吗 我说没事了 那留下来好吗 我说留下来干嘛 你想当演员吗 然后历下的特别感觉 就是周星驰跟你说 你想不想当演员 我就砰 想 很快就说想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是当守门员 我是当那个拿着那个棍子打他的 铁头弓了 铁头弓了 铁头弓是吧 你早说了这歌词不行啊你 我不是铁头弓了 他才是 铁头弓是吧 是铁头弓是吧 他已经拍完了 就打过拍完 然后铁头弓就回去看片 看看他觉得不对 然后就跟他那个田姬 田启文 这是他的个人助理 就是说不行 像李小龙的人不可以做坏人 那个片拍完就不要 再重拍 然后就找了我当一个守门员 就这样开始跟他拍戏 由于陈国坤太像李小龙了 周星驰索性直接把他塑造成了 李小龙在影片死亡游戏中的 经典形象 这个动作每一句台词 周星驰都会亲自的 在站到旁边 他做一遍 我做一遍 直接我做到他跟他一模一样 OK 拍 我还记得有一个 我把一个接到一个球 把那球放下来 放在我前面 然后把那个李小龙的姿势 那个时候我是这样平放 但是我手是这样摊开的 他一直就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然后说了好多遍 我也是这样 然后原来是他就像 从上面上来是这样 就是差了一点点角度的问题 但是出来的感觉就完全不同 在少林足球之后 周星驰把陈国坤收编为自己公司的艺人 之后又再次让他在影片功夫中出演角色 杀个人没有 杀人这种事啊 我整天都有这种想法的 先杀个人让我看看 那我现在就去杀人了 好不好 去吧 多谢陈哥 说起来 陈国坤真的应该好好感谢李小龙 正是因为周星驰对李小龙的超级崇拜 所以才发掘了陈国坤 而扮演李小龙 对于任何一个李小龙迷来说 恐怕都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就尽量地贴近他的戏场 贴近他的里面 找到他的道路上 这个是我一直追求的事情 我觉得我拍完这个李小龙拳戏 对我这个帮助很大 而且我觉得他最大最伟大的 不在于他所做的一切 我觉得他是他的包容度 美国时代杂志把李小龙评为 20世纪的英雄与偶像 不仅仅因为他是把中国功夫 传播到全世界的第一人 他让其他国家的人 重新定义了中国人 重新定义了中国功夫和中国文化 还因为他的故事影响了 整整几代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而人们也在用各种的方式 来表达对这位功夫巨星的 最大敬意 好 接下来为你